设为贫穷的弱者就越是喜欢讲对错谈公平 相反的所有富有的智者都只看结果 不去在不能带来收益的地方浪费自己的精力 记住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其实是你的地理 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 那么你就能在什么地方有收获 你如果就喜欢和别人整个脸红脖子粗 那么你就能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钢筋 而如果你每天研究如何做项目 如何拿捏人性 那么你就能成为你村里的首富 能刷到这条视频是你运气好 今天我再给你分享四个有钱人都迷而不宣的财富真相 建议用笔和纸记录下来 好记性不如乱笔头 第一 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同时解决两件事 同时解决两件事 那么你这两件事都解决不好 你需要做的就是先让自己静下来 不要着急 然后先去解决最需要解决的事 然后再去解决下一个 谈多脚不难 不要试图去平均用力解决问题 这样只会让你两样都做不好 第二 不要总是喜欢好位人士 哪怕你看着这个人要摔倒 也不要提前告诉他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运 你去告诉他并不会影响他犯错 甚至未来他还可能陷入一个更深的灯 只有让他摔倒了知道痛 那么就会避免同样事情的发生 这才是最关键的 第三 想要收获更多的财富 你就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流量上 流量就等于金钱 你能搞到多少流量 那么你就能搞到多少的金钱 记住一句话 买产品其实就是买流量 搞钱也等于搞流量 做项目也是等于搞流量 第四 每个月给自己一个反思总结的事件 收获财富的道路 其实就是不停的回看 然后做选择 你的每一次反省和回看 其实都是未来更富有的 你和你连接的过程 不要让自己陷入自动化的反应中 你需要不断的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 然后融入到自己接下来要做的项目中 那么你就会越来越富